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3的CSHOP教學第13課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寫一個小程式 那這個程式會包含我們之前有教過的復迴圈 以及我們今天要來教一個新的東西 好 那首先這個程式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這邊有一個已經寫好的版本 在這邊我們可以選擇 它要溢出幾列的東西 然後它會畫出信號 也就是說當我選擇10的話呢 它會畫出10列的信號 那畫信號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畫出來這個信號呢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然後第一行剛好是一顆信號 第二行有兩顆 然後一直到最下面第10行會有10顆 那當我選更多的時候 它就會印出更多顆 然後下面第20行 剛好有20顆這樣子 好那要怎麼寫這樣的程式呢 首先我們先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就叫做 START好了 首先呢我們要先來做它的介面 那它的介面包含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裡有文字 然後還有這個可以選擇數字的玩意兒 以及一個按鈕 那我就把這些東西一一的放進來 首先文字的話我們需要Label 然後按鈕拉進來 按鈕拉大一點 然後我們還需要剛剛那個可以選擇數字的玩意兒 那就是要用這個 這個東西念做Numeric UpDone 它是一個可以選擇數字的玩意兒 好 好再來就是要對它做一些設定的 我把這個拉小一點 那我們就看到畫面右下角的屬性視窗 稍等一下喔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 改變文字的部分 文字啊會顯示列數 那就要改Text的屬性 然後我們順便 讓它字體大一點 選擇12好了 然後再改變按鈕 按鈕的話就讓它的字體 設定成14 然後 Text的部分我們就打上 按我吧 這樣子好了 然後再來 就是那個可以選擇數字的東西 那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字體改大一點好了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屬性叫做Value 那麼這個Value就代表著它現在裡面只是多少 那如果我現在將這個值改成 10的話呢 那使用者一打開程式 他就會看到 裡面的數值會是10了 OK OK 好 接下來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改變一下它的名稱 我們把這個元件的名稱改成 一個比較好記的名字 這邊打 Raw Chooser Chooser 好 這樣會我們會比較好記 那為什麼要打這樣的名稱呢 因為 你們等一下就會知道了 好我們回到畫面左上角 好 好 那 這樣子程式的界面就完成了 稍微調整一下 好 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寫說 當我們按下按鈕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就在按鈕上面點兩下 那要怎麼樣來寫呢 我把他移上去一點 好 這樣子 那要怎麼樣來寫呢 首先 我們要先知道使用者他選的數字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變數來把這個值存起來 那我們就用一個 整數的變數 叫做Raw 來組成這個值好了 那要怎麼樣取得這裡面的值呢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剛剛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RawChooser 所以我們只要寫Raw 等於RawChooser 然後 再從RawChooser裡面 把他的Value 抓出來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剛剛有說過說 Value就是 只說他現在選的值是多少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值取出來然後存進Raw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他的值了 那大家應該有看到說 為什麼這邊還是有紅色的波浪號 那就代表還有哪裡有錯誤對不對 沒錯 如果這個Value呢 他是一個 Decimal形別的資料 他不是Int形別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嘗試要將不同形別的 值存進到 不同形別的 變數裡面的話呢 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想辦法的把這個 Value 從Decimal的形別 轉成Int形別的 數值 那麼因為Decimal他也是 數字的一種 我們就可以使用 強制轉型的方式把它強制的變成 整數形別 怎麼變呢 首先我們只要在前面加上一個小括號 然後在小括號裡面 裡面打上 Int 然後他就會 自動的把 Value轉成Int形別的數值 然後在存進入裡面 那這個動作就叫做強制轉型 OK 基本上 你必須要先知道說 他轉型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再轉會比較好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最好是不要這樣做會比較好 基本上數字的話都是可以這樣子直接轉的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就盡量不要這樣做 那另外我們還會需要一個 Stream的變數 叫做Resort好了 然後裡面 用來存著我們到時候要畫的三角形 最後我們再用一個Message Box 點Show 來把Resort顯示出來 因此我們現在任務就變成了我們要把三角形存進到Resort裡面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試的來把它一行一行的畫出來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需要用到for一圈了 在這邊我們打上 for Int I等於 1 I小於等於 弱 I++ 好 那這邊一共會做幾次呢 在這邊我們看到 I一開始會設為1 然後他會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到 等於弱的時候才會停下來 所以 他應該會剛剛好做 弱的次數 弱的次數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我弱選了10次 寫10行好了 那他就會剛好做10次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中間我們打上 resort 加等於 加等於 新號 然後換行 來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會列出這麼多行 好我這邊選10嘛 那他應該會列出10行的樣子 10列 對不起是10列 大家看到嗎 這邊123456789 剛好10列 所以這邊就是 剛剛好做了10次 所以呢 當我今天弱選了多少之後呢 他就會 剛好做弱的次數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已經可以 讓他 列出 弱的列數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他 每一行列出不一樣數目的星星呢 這時候有很多種做法 當然 其中一種做法就是我們可以用 if else 然後來看說 現在is多少來決定要印出幾個星星 但是這個問題有很多缺點 像是 應該說這種做法有很多的缺點 像是呢 你的程式碼會變得很龐大 然後 我們也沒辦法預測說到底他會選到多少 就是我們不知道他 若最大會選到多少 所以 這個程式碼會變很難寫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我們可以在負回圈裡面 再寫 另外一個負回圈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 J好了 因為I已經用過了 那我們就讓J從1開始算 然後一直算 算到 I的時候停止 然後J加加 也就是 每做一次之後呢 這就會加1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中間再打上resort 加等於 星星 那這樣子這邊每做一次的時候他就會 把一顆星星放進resort裡面 好那這邊一共會做幾次呢 從剛剛我們可以馬上知道說這邊應該會剛剛好做I次 那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 假設I等於5的時候他抓這邊 他這邊就會印出5個星星 然後換行 那I等於6的時候就會印出6個星星然後換行 所以這樣子 他剛好就會在第I行的時候 印出I顆星星 我可以看一下結果是不是這樣子 喔 對跟剛剛一樣 那我們來試試看不同數字好了 好那看來都是正常的 那麼 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為了讓大家了解到說 這個回旋魚還可以這樣使用 就是可以 裡面一層然後外面 還有一層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今天也學到說 怎麼樣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要注意到說 把它的值取出來的時候必須要 如果你要純淨印的型別變速的話 你必須要經過強制的轉型的這個動作 那麼今天這本課就到此為止喔 不過呢 從下次開始 我們就要來教物件導向的部分了 那物件導向是C sharp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關節 關鍵 不好意思講錯 關鍵 好 所以呢 請大家要好好的學 那我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講 就是呢 我可能從下次的影片開始 我就不放字幕上來了 為什麼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呢 我注意到 我在做字幕上面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每次做影片大概有 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左右的時間我都在做字幕 那我覺得這樣還挺花時間的 如果我不做字幕的話 我應該有更多時間可以來做其他的影片 那我相信這樣子應該可以增加我出影片的速度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 我看過我之前拍的影片 然後我發現 要是我一直盯著字幕橋的話 我就會沒辦法專心去看我在程式碼上面打了些什麼 也就是說我覺得 字幕可能會影響到 我教學效果 所以呢 因為這兩個原因 我決定下次可能就不放字幕上來了 不過 我知道我發音不太標準 所以我在講一些關鍵字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把那些關鍵字 用字幕的形式 放在影片的下面 然後 你們就可以知道 我那時候講了些什麼 所以 我不知道這樣的方法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你沒有意見的話可以在 影片下面的那個 留言的區塊留言 那我就會 我會看到你們在那邊有什麼 好 那麼今天就是這樣子喔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看 拜拜